今天早上我沿著臺山縣 從苗栗到新竹 然後一路來到桃園 安排這段行程的目的 就是來實際瞭解 浪漫臺山縣推動的進度 很高興今天我一路看下來 認識了好多返鄉打拚的客家青年 他們各個都有很好的想法 在龍潭這裡 我也看到臺灣客家茶文化館也即將完成 在桃園市非常有效率的團隊執行之下 還超前進度 龍潭市臺灣茶產業中 也歷史有文化的動陣 在桃園也有濾金產業的美麗 透過文化館 我們要把特價的茶文化茶產業再次行銷出去 我要特別強調 龍潭的茶文化館加上海螺文化館 還有平鎮的一位保台紀念公園 就是在浪漫臺山縣的政策下 中央透過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裡的預算來補助桃園 這是我們在桃園最重要的三個大的亮點 我們要讓客家的茶文化海洋客家文化以及客家仙人的歷史 都可以呈現同城 國內外的訪客也可以共同體驗這些場域 我也非常期待 經過這幾年的努力 從政策規劃 預算編列 開工動土 到現在 我們逐漸看到開花結果 在海山縣上 亮點會一個一個的出現 然後有點緩成縣 讓陶宗苗的客庄有全新的鼓勵 在工程的最後階段 中央會持續地來力挺地方 也期待接下來陶宗苗都可以攜手合作 落實浪漫海山縣的政策 對在地的業者 年輕的朋友最大的支持 實現讓客庄深深不息的願景 所以我們一起繼續來努力 新聞開始吧 安德西